虾 县衙的风条 可就这么几个人呀 也太自破量力了 瞧瞧这几个小身板 还敢当镖尸 搭当家的 辛苦了 小意思 不过他们很谨慎 只看着脚腹吃 自己就是不动块儿 可惜啊 我这双眼是熬阴的 立马就看出他们五个 是练家子 我就把蒙海药 放在面汤里 等他们吃的宝宝呢 毫无防备 就一锅端了 老头 你要是英雄 把我们都解开 咱们真刀真枪干一场 看谁能把谁一锅端了 英雄 我告诉你 十三里岗没什么英雄 这一屋子都是土匪 跟他们说说规矩 好 这位 是我们十三里岗的 大当家的 也就是方圆百里 所有土匪的总嫖霸子 杀狼 杀大爷 大当家立过规矩 敢在我们地界上走标 那是非劫不可 劫标归劫标 但不杀标师 是因为不是家里穷的吃不上饭 没有谁敢在这地界上走标 不但不杀标师 如果愿意入伙 大当家的还收留 以后呢 一个锅里吃肉 一个碗里喝酒 走 如果不愿意入伙 对不住 得废掉条胳膊 或者一条腿 因为鸭镖的都是练家子 不废了 就把你们放下山 这以后要来报仇 那可咋办呢 行了 话都说清楚了 愿不愿意入伙 笑话 我们师祖五人 从来都是光明正大 怎么可能跟你们这些土匪同流合 大师兄 说什么呢 好汉不是眼睛孤眼 大师兄 难道你想当土匪 我的意思是跟他们好好商量 有什么好商量的 师父早就说过 习武之人 顶天立地 绝不能与贼人为伍 来吧 先杀了我 二十年之后 又是一条好汉 到时候我一定踏平你们这破岗子 杀过你们这群烂土匪 雅航 可以呀 不过 还先轮不到你 我记得你是师傅了 我记得你是师傅了 说吧 是留下条胳膊呢 还是留下条腿 你不选 我替你选 那就留下条胳膊吧 你自己走着下山 省得弟兄们抬你 你 你个死老徒 来 剑少爷爷我来 轮不到你 让他 好功夫啊 大哥 杀了他吧 别 好不容易碰到一个好身手的 就让我活动一下筋骨 拿我家伙来 让我来 我也要 呀 对不起 这位姑娘 在下失礼了 你怎么知道我是女的 刚才不小心碰到了姑娘的手 男女之权区别甚大 请恕罪 露馅了吧 你眼力不错 手上也有准 三招两试便识破了我妹子 少爷 里边去 看哥来教训她 不行 我还没跟她打完呢 抱歉 这位姑娘 我不能和你动手 为什么 在下自习武之日起便发过誓 一辈子不会和女人打 你也太瞧不起我们女人了吧 我还就告诉你了 今天你打也得打 不打也得打 一 请慢 有话快说 你要干什么 既然姑娘执意相逼 那我只好将双眼蒙住 就当没看到姑娘你是男是女 傻业 咱们是土匪 不怕丢人 怕愿意送死 与你何干 动手 大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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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别怪姑奶奶我心狠手辣 不过 既然你蒙上了眼 那我也不用盯起 否则有失功允 拿着 大日子 姑娘 多有得罪 你也不得罪 狼牙棒何在 大哥 你 选兵器 我并不想比武 大当家的 只求你放过我的徒弟们 和飙车 什么 你还想带着人带着飙走 只有一种可能 你想不想听听 愿闻七香 你杀光我山上所有的兄弟 大当家的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你先剩了我手中的狼牙棒再说 挑兵器 看来大当家的想以武会有 那我又何须挑兵器呢 不如咱们比试拳脚如何 谁是你的朋友 我杀狼练武就是为了杀人 拳脚不会 你若再也不挑兵器 别怪我动手了 挑 来吧 这位小兄弟 借你这宝刀一用如何 你太瞧不起人了 跟我们大当家的比武 关小哑巴剑马破刀 你 没事 怕要装大尾巴狼 让他装 反正我也失条狼 看我这真狼不砸烂他脑袋 把刀给他 住手 国家 冬阳 彭牧 是 在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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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当家的武功高强 我认输了 认输 是 心服口服 只恳请大当家的 能放了我们师徒 和这趟标吧 输了还想我放掉 呸 其实刚才我已经想好了 如果你好好挑兵器 赢了我 那我就放你们走 你却装算 那就活该了 刚才的规矩记得吧 你们几个想活着下山 要么留下条胳膊 要么废条腿 选吧 我亲自用狼牙帮伺候 大当家的 你怎么对我都行 只求让我这四个徒弟 带着这趟标 平安下山 想什么呢 十三立岗是你家炕头吗 手下败将 还要改我规矩 那什么狼 就你 还当土匪头子 丢人 你拿着衬手的兵器 我师父拿个破刀骗子 你赢了 算本事吗 师父 都怪你 走的时候 我要背上王武大伯留下的那口宝刀 您拼不着 若宝刀在 您能说给他吗 你说什么 王武 你说的可是大刀王武 是 怎么了 你是什么人 难敢偷王大侠的宝刀 偷 在下命里没这个字 那你哪儿来的宝刀 人家送的 你管得着吗 我们师徒一个比一个会追呀 就是送的 我师父 在杨贵子的枪林弹雨下 抢下了头颅 还了老英雄权势 没错 王武大伯的朋友们为了报恩 就将他生前的宝刀 送给了我师父 你